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急急忙忙往家走 为了赶大娘二十九 打开电视看春晚 聊试春晚 啥都有 怎么啥都有啊 这谁啊 谁撇的鞋 大哥 你这怎么在马路上撇鞋呢 那我撇石头不把你车玻璃砸坏了吗 你还有理了 你这撇鞋干啥呀 截车 就你一个人啊 就我一个人啊 就你一个人 光天化日之下那显样 敢截车 我告诉你 我这车上面有行李有钱 你都拿走 给我留条命就行了 大哥 我还是这样的 我把脚给崴了 我打不着车 我截辆车送我回家 是这个截不是这个截呀 你早说呀 我这一身武艺 把你打出个好胆怎么长 给我起来 谢谢啊 等会等会 我有事 你找别的车吧 大哥 我在这都站了一个多小时了 你就拉我呗 是我有事啊 我跟你说 我也是刚从外地回来 我也回家 我看电视呢 大哥 天这么冷 就我一个人 这么黑 你别这么默契我跟你说啊 上车 哎 大哥你脚脚咋买的吗 怎么呢 就因为这双鞋好看不 打折的新亮板 把脚给崴了 哎呀呀呀 我真忘了你 你赶紧的 我跟你说还有那棍 赶紧拿着 你待会咱们停在马路当地 警察要是看见咱就完蛋了 对对对 都收拾 前面车怎么回事 坏了坏了 男车大哥仍好 停下来拉我 可以就这么说 不像前面几辆车都不停 太不够意思了 就两辆车停下来的 怎么呢 停下来就打架 为啥呀 追尾了 你也怎么追尾了 不过没关系 我平安鞋我就躲起来了 没看着我 你你你 你这是活路障啊 我跟你说 你这都够拘留的了 你不能这么说 待会儿啊 咱就这么说 就说咱俩是男女朋友 然后在这吵架了 在这停了一下 明白吗 你真的能行吗 就这么着吧 你叫啥 你干啥 警察都是这样 逮着人以后 抓过来 两头问 完了对 明白吗 了解一下 你叫啥 我叫张娇娇 张娇娇 你多高 一米六五 多重 九十斤 多大 这也问哪 那当然了 咱俩男女朋友嘛 对 三十四岁 我问你多大年纪 我没为她多大 你看 大哥我二十四岁 这孩子太实在了 问啥都答应 同志 你好 你好 怎么回事 这车怎么停在马路中间了 是这样的警察同志 我们俩呀 是男女朋友 突然呢 是在这吵了一架 谁让你吵架了 他怎么得过了 不过就分 分手 你神经病啊 你让我配合你了 哦对 怎么回事 说着说着怎么还吵 分手就分手 谁碰你啊 你干脚要我伤口 你信不信 我一巴掌拍一次 你信不信 你拍什么呀 这怎么办 你动起手来 哎呀 你哪个单位呢 这这么厉害呢 没事吧 没事 怎么回事 你们俩这 什么关系啊 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 是是 你别碰我 看这年龄可不太像 你数量吗 差不多 他24我42 蛤 数量吗 我俩是数量合适 你数啥 我数金 我数鸭 我数鸭 我回家问问我妈 我再告诉她 大半夜的 咱别给这马路添堵 有什么事回家说去 好嘞好嘞好嘞 谢谢啊 现在就走 小伙儿 同志 请过来 开几年了 他 警察太逗了 你也太时尚了 开两三年了 不正驾驶吧 对 没打算结婚 有了孩儿再说 什么七八糟的 我说的是车不是他 这车呀 哎呀羞死了 车呀 有没有驾照 有 车买了半年了都 出事驾照 驾照呢 你不会真没驾照吗 那天啊 我可提醒你啊 无证驾驶属于严重的违章行为 赶紧 赶紧给家里打电话 把驾照送过来 不是 现在太晚了 家里都睡了 那行吧 把车开到驾景队 不不不不 那个 我打电话 喂 媳妇儿 你快点起来 对 给我送驾照 什么 我从外地回来了 对 刚到沈阳就被逮住了 嗯 这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民主路 民主路 对 女的 哪有女的 不是 是个警察 警察长得像男的 但是他实际上是女的 什么 对 对 好 好 你打什么火 是你吻我的 等会儿你 快快 刚才接话的是你媳妇 嗯 她是你女朋友 嗯 你们俩还住在一块 嗯 你这不是吴郑家傻 你这是套牌啊 我套不套牌是我自己愿意 我有生活习惯 听不 大哥 你待会儿等我拿本来就行了 抓紧时间 好好好 哎呀 哎 出来出来 你干啥去啊 不是送我回家吗 你赶紧 你自己走吧 你不送我回家了 待会儿我媳妇过来看见你不得枪毙我呀 大哥 你看我都陪你演半天戏了 我总不能演吧 我求求你了 我给你拜年好不好 妹子 你先走 哎呀 什么事我倒霉 啥事 你走 那个同志 一会儿就来 您别着急啊 哎 你女朋友呢 什么女朋友 哦 她走了 让我给你整走了 不收拾不行 她收拾完了 好好收拾收拾自己了 郭大胆 你上车里等我 快去快去快去 笨 等一会儿啊 我去验证一下你的驾照信息 不用验证 这都是真的 不需要提醒你 出门开车 一定要带驾照 嗯 副驾驶也有提醒的责任 对 等着 是 副驾驶有人 他提醒 没人提醒啥呀 那这鞋谁的 谁呀这是 这 怎么让人车里撇鞋 你那车窗可是摇着的 是 我刚才摇下来了 因为沈阳冬天特别热 你知道 别 别啊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你 半年以后你生日 我给你买了生日礼物 我还买了个蛋糕 让我半路上吃了 老公 你真好 你怎么不早说呀 祝你生日快乐 你别说 挺合适的呢 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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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这是嫂子吧 她穿着我的鞋 她的鞋 她的鞋 媳妇 你听我说实话行不行 说实话啊 她脚崴了 完了以后呢 她在这儿撇鞋 想拦个车把她送回家 她 把我拦住了 我说你对不对 对 你们俩之间不认识啊 绝对不认识 绝对不认识 什么 你们俩不认识啊 不认识啊 认识啊 认识 你俩分开 行了 行了 统治 驾照没问题 拿回去吧 谢谢 谢谢 走吧 你怎么回来了 没事呢 我打不着车 我害怕 我一个人 那这样吧 我开警车送你回家 真的啊 嗯 太够了 对了 我得记录下你的信息 好吧 叫什么来着 嗯 嗯 我呢 墨迹什么 张娇娇 你不是说你不认识吗 那个 你没来的时候 她跟警察说一遍 警察忘了 我知道 年龄 那你是问我周岁呢 还是问我虚岁呢 太承认我问你 24岁属鸡的 你连属鸡你都知道 你还说你不认识啊 不是 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样 我咋没解释 你就说 咱俩假扮男女朋友 骗警察 好吗 呀 你可不敢瞎说 我怎么可能会骗警察叔叔呢 什么礼貌 大哥你要这么说 我会被警察带走的 你被警察带走 我还能带回来 我被他带走就回不来了 行了 郭大哥 你胆子真小啊你 嫂子 你想多了 我跟大哥只是逢场作戏 是的 没动真格的 那个 谁给你动真格的 那个 你听我解释 你别说了 你们俩说的话 我一句都不信 我就要信警察的 警察同志 刚才的事 您都看到了吧 从头到尾 看得一清二楚 完了 那请你告诉我 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 那行 我跟你说实话吧 你呀 真误会了 这个女孩啊 脚崴了 想拦车回家拦不着 对对对对 就扔了个鞋 你老公的车就停下来了 是是是 其实你老公啊 想办好事 对的对的 以前他们真不认识 媳妇手下留情给我留个全尸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你的样 人的警察同志 都替你们解释清楚了 你们俩没关系 是我误会了 她说的 亲爹啊 啊 太够力了 把音更快啊 什么把音快啊 监控里我都看到了 你都看见了 你不早说 行吧行吧 大半夜的都不默契了啊 你俩赶紧回家 我赶紧送这个女孩回家 谢谢警察叔叔 不告诉你 大哥你谢谢你 没事 哎呀 要是你的 哎对了嫂子 这鞋样就送给你吧 你穿比我好看 不行我得给钱 你没事打一折 那咋一折 再说你俩都是好人 真真好孩子 长得还好看 是啊 她多大 34岁 你都不知道 你还不干 自动走 你赶紧回家